去前最后的泡妞时刻 一旦插号的 他一直要泡两年的份 男子带着脚疗都要被发肩执行了 竟然找来一堆朋友到警局办欢送趴 视讯同时 脸书直播 还有我抽这么个烟 而且还在警察局里面 外面还有一个辛苦的人 就在那边盯着我们看 这名辛苦的人凶就是远警 后来他不仅穿着制服和犯人一起抽烟 还攻坚搭背 互相洗脑 竟然还拿起配枪一度伸到男子面前 不到一秒立刻收回去 连拍摄的友人都看到傻眼 影片拍摄地点在新北市中和男士派出所 前后至少四名远警在场却没人阻止 人犯机的部分我们分局已经三胜无力 要求我们可能对于人犯部分 一定要注意执行的三胜 相关人员我也很规定 分局绝对从中益处 中和分局下重手 相关人等全部加重处分 洗脑的惠信远警小过两只调职 正副所长连带记过 剩下在场三人通通圣界处分 这下大家都知道了 灵性通缉犯夸张行径被猪队友po上网 远警没有阻止加入嬉闹 罗斯松了确实该好好检讨 307运故演说何关于西北施宝道